来到北京天文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两座风格样式 截然不同的博物馆建筑 古典与现代 厚重与空灵 和谐一体 构成了一场 建立在空间与天文学理念上的 趣味对话 在这里 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科普观测发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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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没有 很高了 在这里 有精彩分成的各类宇宙器官 在这里 又可以迅速变形的移动天象厅 天象厅是吧 我们有数个天象仪 展板我们也有 互动仪器也有 宫板多远 可以说流动天文管 走进宣布的时空隧道 让过古老神秘的复刻板 一场满足你所有好奇心的宇宙 探险之旅 才刚刚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二零二一年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数学来 北京天文馆的朱进 已在全国多个地方 对他进行了跟踪观测和拍摄 在什么时候 行了 没有你 在朱进看来 天文观测是最直观 最形象的天文普及手段 对于初级天文爱好者来说 观测人造天体 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训练你 比如对亮度的判断 对于这个方位啊 高度的判断 对于星空的熟悉 使你对这个天文观测 更加的感兴趣 中国空间站 每天会绕地球十六圈 每圈用时 这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 因而 从北京上空经过的时间 会非常短暂 这边升起来 看谁能先看见 一个移动的 往上的一个亮点 这个 这个 看见没有 很高了 虽然在我们的镜头中 它只是一个小亮点 并且稍纵即逝 却为我们留下了 亮地的痕迹和无限的遐想 看着它过去的时候 你也会想 现在上面是我们的 沈州十三号的乘务总 还有我们三个 中国的航天员在上面 其实是个 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你进入 我们中国太一康大远 住这一个点 你就这个点 必须得开 所以它不像你开别的 好奇心 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有一点时间去仰望行空 去关注那些我们 就是 那些身外之物 我们地球以外的 这个更加广阔的一个宇宙 六十多年时间 北京天文馆 见证了中国航天史上的 每一个里程备 每一个奇迹的创造 它都在紧密关注 和普及宣传 我已出场 感觉良好 主宫明白 为了让观众感知 更广阔深邃的宇宙空间 北京天文馆 还把奇妙星体 神奇景象 请进展馆 北京天文馆 闭馆地下一层的展厅里 孩子们正在体验一场 神奇的宇宙大冒险 他们控制手中的小球 模拟驾驶航天器 逃离黑洞的场景 黑洞是宇宙中 最不可捉摸的地方之一 在那里 时间和空间都强烈扭曲 它产生的引力场 是如此之强 以至于在它的世界之内 任何物质和辐射 都无法逃脱 如果驾驶宇宙飞船 经过一个黑洞 怎样才能逃离黑洞的 引力陷阱呢 这个深受孩子们喜爱的项目 名叫逃离黑洞 它是北京天文馆 宇宙穿梭展览中的一个环节 宇宙穿梭展览 分为宇宙演化 引力透镜 逃离黑洞 时空穿梭等环节 参观这个展览 就如同踏上一场奇幻的太空之旅 太空冒险仍在继续 逃离黑洞的挑战也在继续 不过 能够成功闯关的人不多 那么 真的能成功逃离黑洞吗 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赵开义 北京天文馆展览设计部副主任 他和他的团队 正是宇宙穿梭展览的设计者 赵开义对这里的每一项装置 都了如指掌 赵开义的成功率很高 他首次面对镜头 揭示出成功逃离黑洞的诀窍 要成功逃离黑洞 必须要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你的角度而合适 第二个是控制好你的地图 那么通过发射这个小球 略过黑洞 那么是体验一下 黑洞对周围天体的一个吸引作用 那么当它发射的效果 发射的角度或者力量 特别好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逃离黑洞的吸引 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黑洞展现的一个创意 为了精准捕捉小球的位置 以判断挑战者是否处于黑洞的世界类 赵开义团队在象征黑洞的曲面四周 设置了树台传感器 实时捕捉小球的运行轨迹 并显示在正面80英寸的大屏幕上 一旦小球成功逃离黑洞 屏幕上便会出现逃离成功的字样 这是一项参与感和互动性都很强的项目 而背后不仅有严密的科学知识 更有巧妙的设计先进的技术 在北京天文馆里 像这样极科学性 趣味性 技术性与一体的项目有很多 要将博大精深 奥妙无穷的宇宙知识 转化成新颖有趣 互动性强的展览装置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展览我们实际上就是做成一个尝试展 一个是基础的天文知识 再一个是比较前沿一点的 就比较新的一个研究成果 这段听起来平凡无奇的声音 其实来自于距地球1.6万光年之外的奇妙星体 它是由中国天眼FAST 首次捕捉到的一颗脉冲星的信号 转化而来的 脉冲星是中子星的一种 它由恒心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 它的磁场超强 密度极高 脉冲星自1967年首次被发现起 始终受到极大的关注 是当下听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2016年 北京天文馆决定设计一项展览装置 来介绍这颗人类最新发现的天体 为此 赵开义和展览设计团队的成员们 开始了脑力激大 张恩宏 北京天文馆展览设计部负责内容策划的工作人员 他想到 作为中子星的一种 脉冲星质量极其巨大 每立方厘米就重达上亿吨 那么 是否可以设计一个装置 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 中子星超强的密度 一个宇宙天平诞生了 因为我们生活中 大家常用的一汤勺 一汤勺的中子星 就相当于一个喜马拉雅山的质量 这可以看出中子星在宇宙中间 它是一个非常致密的天体 天平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 但是考虑到未来这个装置 将要放置在一个十几米高的调高空间里 天平的造型似乎不够理想 这时 脉冲星的另一个特点 给整个团队带来了新的灵感 脉冲星一边快速自转 一边不间断地向外发射出电磁辐射 使得它就像是宇宙中的一座旋转的灯塔 因此脉冲星也被称为宇宙灯塔 灯塔是一个观众容易接受的形象 赵开义和北京天文馆的高级工艺美术师 玉京川 开始把脉冲星宇宙灯塔的形象具现化 有了极副创意的设计理念 还只是天文展览装置成功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要完成 因为展览装置的每一个细节 都必须基于脉冲星的科学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和科普化的加工 2017年历时一年多时间 由展览 天文 艺术 工程等多领域专家 组成的20余人的研发团队 终于完成工作 世界上首个用于科普场馆互动展示的 大型脉冲星主题展览 在北京天文馆壁馆的一层开展 挑高的展览大厅里 巨大的宇宙灯塔格外引人注目 灯塔中 一个代表脉冲星的不锈钢球体不断旋转着 它周围的彩色灯带 正不间断地向外发射出炫目的光芒 代表着脉冲星的电磁辐射 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脉冲星 了解脉冲星的基本信息 还可以聆听不同的脉冲星 除此之外 观众还可以亲自体验如何寻找新的脉冲星 在脉冲星下 地球上的这个银色锅盖 代表中国天眼FAST 当脉冲星信号扫到天眼时 展台上的操控界面就会出现提示 监测到脉冲信号 这时观众可以答题闯关 答题三题对了两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脉冲星的效果了 闯关成功 则意味着找到了新的脉冲星 这时再抬头就会看到令人惊喜的一幕 脉冲星的旋转速度加快 代表电子无设的灯带也改变颜色 发出特别的光芒 就是它磁场 然后包括模拟了地球收到的信号 就我觉得它就能给我们 让我们感受到 面团星它长什么样子 它其实挺好玩的 就很真实 就是不在太空 然后也能看到它长成什么样子 漫步天文馆 这里的每一项装置 每一件展品 甚至每一幅图 都凝聚了天文科普工作者的匠心 好勇敢 好棒 无论是星星相伴 宇宙灯塔 还是陨石布陆 太阳家族 这些北京天文馆的常设展览 体系完整 极具设计感和互动性 还处处充满了小细节 值得参观者反复游玩体验 除此之外 北京天文馆 每年还会举办 一到两次的临时展览 这些临时展览 也充满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文策展的专家 天文学内容是比较难策划的 因为我所有的展品都在天上 就是我很难找到一个观众 触手可及的这种实物展项 除了咱们这个陨石 就是唯一的天外来客 其他所有的展项都在天上 这次面对更为抽象的天文学话题 陈东尼准备带领团队 在天文馆A馆400平米的大厅里 呈现一次突破性的展览 策划出来展现孩子们怎么样会比较喜欢 又不违背科学原理 比如说一个圆盘 然后进行一些相用的物理的打磨 然后实现这个科学性的这个概率上面的一个要求 可以采用一种GT式的这种 这种球的这样一种一种 每一个小球呢都可以代表一个生命 咱们应该从这个展览的形式 然后还有咱们的色调啊颜色啊各方面 用一些比较活泼的语言 比如说告诉大家这应该怎么操作 从展览的整体色调和风格 到科学公式的趣味表达 再到生动的模型和装置 一次成功的展览背后 是无数人的心血 2020年8月 寻找另一个地球开展 整个展览极富视觉冲击力 展览内容紧凑而充满悬念 展览终致新奇而神秘 走进这里 参观者不仅能了解多年来 人类为寻找另一个地球所付出的努力 更会被激发起无限的好奇心 不管是地外生命 还是说寻找另外一个行星 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人类来说 是一个最古老最原始的这么一个哲学四变的问题 王宗良 北京天文馆原对外科普部主任 退休多年的他 有时候会回到天文馆 看望他的一个老朋友 又来到我的老朋友面前了 这是我和我工作一块十多年 打过交道的一个宣传车 在这里工作一个实地里 不管多远 不管是四川 明夏 青海等等 我们的工人都在坐 这辆天文科普车 是北京天文馆科普明星车队中的意愿 在北京天文馆成立之初 就形成了一个传统 那就是不仅在天文馆内接待参观者 还会带着各种天文仪器走南闯北 将神奇的宇宙星空和有趣的天文知识 带给中国各地的参观者 服务更多的人 在天文科普岗位工作了近四十年的王宗良 可以说全程见证了流动天文馆的诞生和发展 最初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 那时没条件配备汽车 他们只能骑着自行车出发 随着国家的发展 国力的强盛 北京天文馆有了自己的科普大碰车 工作人员再也不用骑着自行车出去科普 他们能带的设备更多 去的地方也更远了 我们后面就是 现在是空的 当然我们这些设备 空中的都放在后面 包括我们几十块的展板 还有那些仪器 还有那些互动仪器等等 可以说流动天文馆 大棚车的这个车厢看着不大 它其实能装很多的东西 是流动天文馆路上的家 那么这个车厢到底能装多少东西呢 2021年9月 北京天文馆的库房里 科普教育部的工作人员 正在将陨石 天文仪器 展板等藏品和仪器 进行厨衣检查 清点 装箱 几天后 他们都会被装进天文科普大棚车 等待10月出发 去湖北黄杠 这些数量众多的箱子 还只是流动天文馆的一部分 还有一件最受观众喜爱的神奇装置 也正等待检查测试 展开充气膜 接上充气装置 打开电器 这个看起来起貌不扬的东西 即将完成华丽转身 很快 充气完毕 一个高4.3米 直径约7米的半球立了起来 走进去会发现 里面更有玄机 配上先进的音响和投影仪 一个一次可容纳60余人的 小型天象天就完成了 打开设备 孩子们就可以遨游星空 漫步宇宙了 二十多年来 北京天文馆的科普大棚车 载着流动天文馆 形成三十余万公里 服务近百万人次 将天文知识和神奇宇宙 带给天南地北的小朋友 点燃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梦想 2021年10月 北京天文馆的流动天文馆 再次出发 这一站是湖北黄岗 流动天文馆 同往常一样 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这种融合式的 这种开放式的 这个流动式的 以及这种沉浸式的 这种天文馆 这也是将来我们想做的很好 我们从浩瀚宇宙 摘下万千神奇美丽的星星 历经千辛万苦 跨越山海 送到你们面前 只想为你们 插上梦想的翅膀 因为星辰大海 是我们 共同的征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